在一個晚上,信氏為皇城帶來一則震撼的消息 國王在邊境要塞備行直新馬而未有立法皇柱的情況下 卻被令國內四大陣營的平行點打破 皇國將陷入一片混亂,而這裏就是故事的開端 直屍龍是一款包含陣營變化、策略、社交推理的桌遊 可以提供給五到十名玩家一起玩 在變幻莫測的環境下尋找你的民友 並令自己陣營留守最後 經歷三局,取得最高分的就為之勝利 遊戲中的陣營卡就代表著你對不同陣營的好金刀 四大陣營分別為紅頭、湖尾、六角、龍翼 兩張陣營卡中號碼較大的是你的效忠陣營 如果兩張號碼相同,你則同時為兩個陣營效力 你身為皇國指紋,每局都會在三十張不同角色 解明進行遊戲,而每名都有不同的能力 在回合中透過打出不同的手牌 對自己或其他玩家作出效果 當中的行動卡就有二十四種 例如綠色通路卡的查探對手跟換陣營等 或者紅色攻擊卡進行針對或講述攻擊 所有設定準備好就可以開始遊戲 在手牌打出行動卡 密使可以查閱玩家的陣營卡 而公公就可以翻開對方的陣營卡 或者發動攻擊,對方受到一點傷害 遊戲中更有群體結算的卡牌 大家作出相對回應,或者受到傷害 在沒有退場機制下,大家輪流進行回合 互相平衡各方勢力,或者在劣勢時作出反擊 而每次有玩家冒血成為重傷時 遊戲會作出陣營判定 在場上只有一個陣營,遊戲結束 進入計分環節 三局後最高分的玩家獲勝 一起進入王國卡特羅里亞進行一場激烈的比拼 直施林將會在Kickstarter平台進行集資 請留意我們最新消息